我們駕單一號就剛剛上了駕 提供92火的單位 平均折實呎價是19280 92火的全部都是Typical Floor 的單位 呎數是262呎至430呎 我們照價單的免價計是整個92火的營業價是5.9億2千萬 總收容面積是27637呎 平均收容面積照價單計是2142 如果折實價格是19280 我們提供了一房是72火 兩房是10火 兩房連署民室是5火 三房是5火 我們主要有兩個款式的辦法 第一個就是積供分期款式的辦法 如果是100天付了錢的 就有10%的值錢 另外也有建築期的付款 建築期付款的分別就是 普通的建築期付款 還有有些是八成半包岸的一些建築期付款 市房會逼近去設立那時候 就是之前的情況 會不會擔心之後那個銷量 就是那個承接力都會沒什麼力 那個銷量不是那個樓價 我覺得銷量其實我們說了幾毫 八千房 即是樓房的樓只在五個月內消耗了 去年其實是一萬多塊而已 今年這個月份 已經到達去年的八成左右 如果我們這樣去建築 總之是起碼都多了去年 全年因為多了六成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群體 很大群體 很大群體 就是一個群體 而是一個群體 那麼樓價呢 我們都是這樣看 樓價今年是打底的時候 現在這個低級的樓價 保持一個守住的樓價之後 我覺得明年隨著息口減低 還有去貨量快了之後 剩下的貨量少了之後 其實明年的樓價已經是很好的 十級以上的樓價 再見 再見